最近市場上開始出現PCIe Gen5的SSD了 不過與Gen4剛推出的時候一樣 都是添加呀 從SATA的500Mbps時代 再到PCIe Gen3的3000Mbps 再到PCIe Gen4的7000Mbps 到目前PCIe Gen5的12000Mbps 這進步的速度也真快 那麼我就好奇了 這Gen5到Gen4除了規格上速度的提升之外 在其他方面會有幫助嗎? 欸?像是微軟最近把XBOX的獨家Direct Story 係數下放到了Windows R4 那這東西是否能讓遊戲的速度更加提升呢? 讓我們來實測看看吧 這次美光借給我們的三條Crucial SSD來做這個測試 分別是自帶散熱片與無散熱片的 Crucial T700 Gen5 SSD 2TB 以及自帶散熱片的Crucial P5 Plus Gen4 SSD 2TB 這次除了會實測多款遊戲的速度表現 還有專業領域下的速度差異 還會簡單介紹一下Direct Storage這個技術 看看這東西在遊戲上會有什麼提升 以及金錢的力量砸在SSD上面 會不會有幫助呢? 硬碟的發展速度也真是快啊 你們現在組裝電腦還會挑選傳統硬碟嗎? 我的話...不太會了 除非需要大容量儲存,像是4TB以上的資料 畢竟SSD只要加一點錢就能上去 然後速度又快個好幾倍,何而不為啊 尤其最近許多遊戲都開始需要放在SSD裡面 不然那個速度真的會太慢 我甚至會開始考慮要不要把遊戲放在PCIe SSD裡面了 畢竟SATA SSD最快也就500Mbps 但PCIe SSD呢? 直接後面加個零 而PCIe SSD也在今年做了不少的改變 速度不斷的翻倍成長 到現在最新的PCIe Gen5世代 速度已經可以達到12GB per second了 很誇張啊 也因此隨著SSD的速度不斷的增長 微軟也推出了新技術 讓遊戲能夠發揮SSD高速讀寫的優勢 來提升遊戲體驗 它就是Direct Storage 欸?這是什麼? 簡單來說,以前遊戲要讀取地圖、材質等東西的時候 要先把檔案從硬碟load到記憶體 再透過CPU做處理 最後才會輪到GPU做渲染 所以這一來一往不只卡在硬碟比較慢的IO速度 也會在CPU這造成的瓶頸 這時Direct Storage上場了 它允許數據可以直接從硬碟讀取到GPU 直接在GPU這邊做處理 像是解壓縮、解碼等 這樣遊戲就不用多卡一個CPU的等待時間 運行的速度也會更快 當然這加快的前提是 你的硬碟速度本身就已經夠快了 像是這次介紹的Crucial Pew Plus T700這種高速硬碟 畢竟如果硬碟讀取速度慢 那這等待時間當然還是多數會卡在IO 那這樣Direct Storage的效益就不會高了 這邊做個簡單的測試 我們使用微軟提供的兩個Direct Storage API的Demo測試 分別測試透過Direct Storage Load to BeM到GPU解壓縮的速度 即將多個模型Load到GPU當中 並測量時間以及CPU的使用率 結果如下可以看到GEN5的T700 有的較快的多距時間以及較大的頻寬 類似Direct Storage API的技術 還有VIDIA的RTXIO 而隨著這些技術的出現 可以預期之後遊戲對於硬碟的速度需求 一定會越來越大 但現在呢? 讓我們來測試看看現在的遊戲裝在GEN4以及GEN5的SSD上面 會有什麼差異吧? 首先來簡單的介紹一下我們的測試平台 CPU採用的是Intel Core i9-12900K 搭配華晴的Z790 Steel Legend WiFi主機板 這款主機板之前也出現在我們的Corsair電源測試中 供電還不錯 自帶WiFi模組 而且價格便宜 一句話總結就是... 便宜又好用 記憶體搭配的是同樣來自美光的Crucial低調5CRO 16GB 516雙通道 它的規格參數其實跟普條一模一樣 甚至價格還更便宜一些 如果是會折騰參數的玩家我還蠻推薦的 或是你只是想要有個漂亮的散熱片 那這款也不錯 因為有三條SSD 我們統一將自帶散熱片的款式作為測試對象 所以OS我們就要統一裝在沒有附贈散熱片的T700身上 那代測的兩條SSD都會輪流裝在Z790的M.2XX 這個位置能夠確保SSD能夠吃到CPU提供的PCIe Gen5通道 也因為這個位置需要跟顯示卡共享頻寬 使得M.2使用的時候 顯卡只能吃到PCIe Gen4 by 8 所以不管是Gen4的P5 Plus還是Gen5的T700 這次的測試都會使用這個位置的M.2通道 以獲得公平的測試基準 而最影響遊戲效能的顯卡 這次搭配的是PNY的GeForce RTX 4070 Ti XL8顯示卡 這款顯卡的份量挺結實的 有個巨大的三風扇散熱器 實際運輸的時候風切聲也不大 散熱模組由PNY設計 搭配VDR的公盤PCB 所以PNY主要設計的就是散熱模組 例如外殼大大的X型RGB燈光 就是代表著Accelerate 更多的介紹可以看Enterbox 在Computex2023採訪PNY的介紹 那以這個顯卡來說 基本上可以滿足2K 1440p解析度的遊戲需求 所以在測試上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基準 電源與機殼同樣採用之前測試機的設備 全漢的Hydro PDM Pro 850W 以及Inwin33c 看到SSD的部分 PCIe Gen5因為速度的巨大提升 其組空晶片以及顆粒的發熱量也會比較多 所以美光對這塊沒有自帶散熱片的SSD 也有特別的加料 四張貼紙是有銅箔在裡面的 確保熱量能夠均勻分布 不會讓貼紙變成主熱層 從有自帶散熱片的款式 也可以看到這散熱片的厚實 足足比GEN4的PUPLUS厚了一圈啊 可見GEN5SSD的火熱程度 那相比GEN4的PUPLUS 是採用美光自家的主控方案 T7牌該採用的群聯的126控制器方案 搭配美光原廠正片顆粒 來達到目前最快的讀取12.4G 以及寫入11.8G的誇張性能 欸對 沒錯 這單位是Gbps不是Mbps 很誇張對吧 實際透過Crystal Disk Mark測試 也可以得到一樣的結果 那特別是相比P3E Gen4協定的Crucial P5PLUS 2TB 那直接變成兩倍的速度真的很誇張 不過大家也知道 只有峰值的讀寫速度高 那可不夠啊 能夠持久的輸出高性能才是真材實料 那透過AIDA64全硬碟線性讀寫 可以看到T700的讀取可以長出8000Mbps 那寫入峰值也可以達到9000Mbps 不過寫入40%以後會降到1000Mbps以下 那最終平均寫入速度大概就是3600Mbps 對比GEN4的P5PLUS 那接近砍班的成績可以看到 GEN5的T700性能有多麼強大 理論跑分的最後 我們來跑個Piximark Force System Drive Benchmark 用來模擬作為系統碟使用的性能 那T700的得分是5362分 對比P5PLUS的得分為2944分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了GEN5的T700理論性能 真的比GEN4的P5PLUS強了許多 但...遊戲呢? 首先看到微軟自家的賽車遊戲 Forza Horizon 5 這款遊戲是微軟工作室開發的 以它作為測試基準非常合適 這邊測試多個場景的平均讀取速度 可以看到T700平均快了大概5秒鐘 FPS大作 Call of Duty Modern Warfare 2 多個場景平均讀取只快了0.33秒 畢竟COD的地圖面積還是偏小一點的 而以CSGO這款知名的射擊遊戲而言 讀取速度的優勢使得T700回到了領先位置 平均比P5PLUS快了1.9秒 知名農game原神 T700在地圖傳送的時間平均快了P5PLUS0.19秒 但考慮到這款遊戲的傳送所需時間最久也才4.26秒 所以0.19其實還算蠻大幅度的提升 Final Fantasy 14 平均讀取T700快了0.11秒 總共差距1.1秒 從以上幾款遊戲看來 GEN5的T700相較於GEN4的P5PLUS 雖說多數情況下是比較快 但快的程度其實沒有到那麼明顯 但這樣也蠻符合預期的 畢竟現在遊戲都是針對GEN3、GEN4的SSD設計的 自然不會對GEN5的高速SSD做最佳化 但如果相比的是GEN3 SATA SSD 那甚至是傳統硬碟化呢? 我敢說這差距絕對是你用感受就能馬上知道差距了 至於專業應用部分 我首先測試了透過Davency Resolve 輸出影片 在我的專案中輸出的速度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沒有特別的差距 而AI Training的部分 我測試了使用Transformers搭配Pytoch Library 和Resnet 50 Image Classification Training 分別用8500張的RGB 224×224 512×512、1024×1024 以及2048×2148的解析度 Power Training 那結果如下 可以看到知道我影響大小是2048×2048的時候 T700才呈現出比較好的表現 其餘解析度下 使用GEN5的SSD並不會有特別的提升 在測試的測試裡 我們分別對兩條美光的PCIe Gen4、GEN5的SSD 做了不同類型的測試 從結果看來 GEN5的Crucial T700 在多數的遊戲上 可以表現出比較快的讀取速度 讓遊戲的Loading Time減少 但是這減少的幅度 並不如跑分來的那麼大 在專業軟體的表現中 以達芬C Resolve 輸出4HD影片的結果來看 GEN5的T700並沒有優勢 但是剪輯影片的流程 並不只有輸出而已 前期的傳檔案、素材的影響度、同步等 擁有12GB讀取、11GB寫度的T700 會有較大的優勢 檔案Loading的速度也會比較快 這是T700比較吃香的地方 不過在AI Training的部分 我其實蠻壓抑兩款SSD 竟然沒辦法拉開差距 因為在AI Training的流程裡 包含了大量的硬碟讀取 在AI Training的流程中 讀取Data的步驟 可以透過Multiprocess來做效率的精進 透過提前將多張影像讀到記憶體當中 來減少影像的Loading時間 從測試結果來看 除非你的原始影像解析度很高 到1024x1024以上 否則PCIe Gen5的SSD比較難體現出差異 不過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會表現不出差異 是因為Gen4的PE5 Plus速度已經很快了 如果對比的對象是傳統硬碟 那SSD對於Training的速度提升還是很有感的 我自己認為 以目前情況來說 Gen5相較於Gen4的提升還是比較有限 但隨著時間的演進 如果更多的遊戲導入Direct Storage API 或是因為硬碟速度的演進 遊戲開發者開始引入更多的地圖內容 像是Wearline模擬飛行這樣的玩法 那Gen5的SSD遲早會到一個買Gen5 會比Gen4好的地步 畢竟當初Gen4SSD剛推出的時候 的確除了高度寫之外 並沒有特別的提升 但隨著時間的進程 現在主電腦也都直接選Gen4SSD啦 所以我的建議是這樣 如果你跟我一樣 喜歡第一時間享受科技的提升 那麼Gen5的Crucial T700 是個非常好的選擇 它有將近Gen4一倍的性能 如果常常讀寫檔案 那Gen5的T700是個好選擇 而Gen4的Crucial Pew Plus 不用多說了吧 身為美光這個顆粒原廠推出的SSD 不僅價格便宜 品質的保障那是肯定的 是個非常具有CP值的選擇 如果你是追求CP值的玩家 Pew Plus是個好選擇 好啦 你覺得Gen5 Gen4的SSD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呢? 如果你有錢 你會選擇直上頂級享受的 Gen5 T700SSD嗎? 歡迎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次再見 !